咱们再看这个HTML5对于这个多媒体的一个处理 首先呢,HTML5呢,它把这个音频和视频分开了 我们前面看到EMBED标签的时候 是不是音频和视频使用同一个标签呀 在HTML5中呢,它分开了 播放音频呢,使用的是Audio这个标签 使用的是Audio 并且它支持的这个音乐格式呢 是MP3, OGG和这个WAV WAV,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13,Audio 然后我们写一个Audio标签 双标签 然后同样是SRC引入 浏览一下吧 一会儿别自己写就写错了哈 MP3,OK,然后Ctrl-S保存 咱们再网页中预览一下 诶,这怎么又不行了 有声音吧 声音已经有了哈 但是呢,看不见这个控制面板 在这块呢,我们需要手动来给它设置这个控制面板 咱们空格是不是有一个Ctrl-S啊 Ctrl-S 这控制面板是不是就有了啊 就有了 然后我们在页面之中刷新 你会发现这个音频它不会自动播放了 如果想让它自动播放呢 咱们空格还有一个属性叫做AutoPlay 等于AutoPlay 然后咱再刷新 它是不是自动开始播放了就 这是Audio这个标签啊 那么Audio这个标签 它是专门H5 HTML5用来处理这个音频的 咱最常用的也就是Ctrl-S和AutoPlay 这两个属性 当然了,有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个Ctrl-S 它还可以等于什么呢 Ctrl-S Ctrl-S等于Ctrl-S 有时候它是这样去控制的啊 然后我们看啊 还有一个loop用来设置这个循环播放的 是吧 用来设置循环播放的 然后大家看啊 假如 这个也不好假如了 等会咱们再说它啊 接着咱们说一下这个Video吧 就是播放视频的 HTML5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它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叫做Video的标签 V-I-D-E-O V-I-D-E-O 同样它这个属性是SRC 咱们把W-E-B-M选中 Ctrl-S保存 然后在网页中预览 它就这样一个界面 并且是不是也没有控制面板 就是像什么快进呀 控制声音呀 播放暂停的是吧 这个时候呢 它也是需要加一个 Ctrl-S 还不出现 写错了 Ctrl-S 有了吧 这个时候就有了 并且你会发现它也不自动播放 是吧 也可以加这个AutoPlay 是不是就开始自动播放了呀 自动播放了 这是它的这个Video 那么这个Video和Audio 什么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这是代入的这个文件不一样 并且这个Video它支持的这个视频格式呢 也是MP4 W-E-B-M和OGD 这么三种格式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我刚刚要说的 什么呢 我这是不是还放了一个 MKV的这样一个视频格式呀 咱们把它呢 再换成MKV 它是不是也能播放 现在这个Video支持的比较多了 是不是啊 Video支持的比较多了 但是呢 但是就是有的播放 有的这个浏览器 它可能会不支持这种格式 能理解吗 就是每个浏览器 对于Video的这种定义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会支持一些 有的会支持这种格式 有的会不支持这种格式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就是咱们换一种写法 大家看啊 咱们换一种写法 就是Video 然后Video 然后在中间呢 Source SRC 然后咱们代入这个MKV 然后再来一个Source 咱们再代入什么呢 W-E-B-M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的浏览器 不是不支持MKV吗 不支持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寻找下一个文件 是吧 自动寻找下一个文件 所以咱们一般 如果在浏览器上 做这个多媒体的时候呢 一般像视频也好 音频也好 咱们都是下载好几种格式 下载好几种格式 以便于什么呢 所有浏览器都能播放 然后呢 写法也通常就是这种写法 Video Source SRC Source SRC 引入多个文件 第一个能播放 那就播放第一个 第一个不能播放 它找第二个播放 第二个不能播放 它找第三个播放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也有这个效果吗 然后加这个属性的时候 咱们同样是给这个Video 不要添加 是不是也开始播放了 就 是的 这是咱们要说的这个 多种 就是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浏览器不支持 咱们可以写多个 咱们可以写多个 让它 让所有浏览器都支持 包括这个Audio也是 因为我们Audio前面 没说是因为我在下载 这个音频的 这个音乐的时候呢 我只想做一种 一种格式 然后这个视频呢 写了两种格式 大家玩玩可以试一下 各个浏览器 能不能兼容起来 是吧 这是咱们要讲的 这个多媒体 多媒体呢 总共就这么多内容 那多媒体 无非就是音频视频 是不是 咱们到这儿呢 就讲完了 最后总结一下 首先 HTML5之前 咱们可以使用 EMBED这个标签 既可以播放视频 也可以播放音频 是不是 HTML5呢 它把这个音频 和视频的处理 分开了 Audio标签 专门用来播放音频 就是音乐 是吧 然后呢 我说咱们不要放一些 这种偏门的格式 对吧 我这儿呢 列举出来 咱们支持的几种格式 支持的几种格式 当然了 现在呢 有可能它会支持的 这个格式会更多一些 包括像这个MKV 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想到 这个MKV它能支持的 因为在之前 之前我准备的时候 这个MKV它是不支持的 在我印象中 它也是不支持的 也就是说 据我了解 就是每种格式 每种这个音频视频 它都是支持 这三种格式 但是现在呢 你会发现 MKV它是个也能播放 它支持的这个格式 可能会更多一些 也有可能是咱们 这个浏览器引起的 那么 但是最好 咱们还是准备 这么三种格式 它一定会支持 是不是 这个老牌 就是很早的时候 它这种三种格式 就能支持了 现在也肯定还能支持 这是咱们要说的 这个多媒体 并且呢 我们说这个Audio和Video 是不是有多种写法 可以单个写一条 也可以说 为了浏览器兼容呢 咱们可以写多个source 是吧 来写多个 以便于这个浏览器 都能播放 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问题 现在咱们写的话 就是按照底线那两种写 这个 对 咱们要写的时候 尽量就写成 写成这种 多个source的这种写法 兼容性更好 兼容性更好 还有别的问题吗 有兴趣的 我这儿是都有这个参考地址 是吧 大家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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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